蔡佩萱来台将近五年的时间 出过不少经典歌曲 引人注意的是 近日她在社群上 毫无预警宣布 自己即将离开台湾 回到加拿大 表示自己五年前放弃要学 来到台湾做音乐 自己也非常努力工作 以为终于活出歌手的梦 但在这一年来 她开始怀疑自己做音乐的意义 甚至感到窒息 才发现自己的心坏掉了 最后决定回到加拿大 好好找回自己 并感性直呼 分手从来都不简单 但如果这个选择是对的 那现在的痛苦 就会是值得的 随后也表示 离别并不会是永远的 希望未来回来后 自己会更坚强 更健康 甚至要比现在还要快乐 这才是她最初的样子 最后在文中 Tolo说到 这段时间会继续写歌 献上发歌 也会跟大家分享 回加拿大的生活 谢谢大家一路上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